前情提要 一一一车 人车合一 一一一车 人车合一 一一一车 人车合一 什么意思 就在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驾训课程 终于要进行比试跟路考 因为时间有点久远 而且在我考完之后的几年 台湾考照规则有出现变化 所以有些资讯会有点不太一样 请大家见谅 斯密达 什么意思 学开车之路 补充 今天要来教S型 准备好了吗 S型 来驾训班之前就有听文朋友说过 他 就是驾训班的大魔王之一 其他大魔王呢 路边停车 倒车入库 上坡起步 那不就是全部吗 不用担心 教练跟你说 S型最重要的技巧 嗯 是什么 就是克服自己的心魔 不要管其他人是怎么讲的 克服自己的心魔 勇敢向前跨出去 就是最重要的准则 有讲跟没讲一样 你就开进去 然后照教练的话做 不用怕压到线 好 挖进去了 好 没问题 拿方向灯 右转一圈半 左转一圈半 左转右转左转 终点 很好很好 保持这种状态就对了 开得很好 原来教练 真的会叫开车 超没礼貌 那么接下来 最难的部分来了 什么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哈哈 这个考试项目叫做S型曲线进退 所以进去之后 还要退 不可能 怎么可能退都出去 而且甚至生活中哪有需要S型退的道路啊 哼 如果今天世界末日 前方道路摊坊 后面又刚好落实把道路砸成S型 Bingo 你刚好有学S型退后 已经有经验的你 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你 Excellent 世界不如大家发生多少事情 阿舅 不用担心 S型曲线进退就是在教你 人生总是会遇到许多挫折 有时候要懂得退让休息 才会让你更加顺遂哦 你是心灵机当系主任你 慢慢推 慢慢修正 其实只是把刚刚的步骤反过来做而已 没有很难 左转一圈半 右转一圈半 出去了 好欸 出去了 学得很快 你开始慢慢抓到一翼翼车 人车合一的道理了呢 想必在之后 就能达到一到首到 收发由心的境界了 这就要见到后续 而一个月的道路教训课程 就这样结束了 后面几周就像教训班 基本上都是在看笔事的内容 这里有所有题库 你就照着读就好了 这几天你练完车就抓时间看看 好 也太多了吧 密密麻麻 怎么可能读得完 不用怕啦 教练教你一个方式 又是什么精灵鸡汤吗 死背 教练 其实很多都是基本道路常识 要背的 基本上就是法规跟法环之类的题目 啊对了 如果遇到那种以上结实的题目 基本上都是以上结实 无脑血 不对吧教练 于是我后面几天都在看考题 太多了 不知道有没有模拟测试之类的东西可以写 对了 之前学日文的时候有学习用的APP 考驾照应该有类似的APP吧 真的有 太神了吧 还可以模拟测试 哼 有了这个 看来笔事是绰绰有余了 笔事boy 看来 你只能扮在科技的力量之下了呢 神经 于是我每天都用闲暇时间疯狂做题苦 到了考试当天 完了 昨天都没有睡觉 今天要考试太紧张了 笔事如果没过的话 一定超级丢脸 教练 早安 我 不好意思 笔事没过的垃圾 请不要跟我讲话 教练才不会这样子 等等就要坐去建立站了 教练不会跟着去 希望等等可以看到你回来哦 什么意思 如果你笔事没过的话 就原地解散 直接回家了啦 哈哈哈哈 教练 平常心 这些题目都是基本中的基本 记得 除了用脑之外 还要用心去感受 这些题目到底是对或不对 奇怪不奇怪 都要 教练 我走了 拜拜 大家都要拿着直奔考题 在做最后的挣扎 哼 看来 我是里面唯一一个 利用科技获得示范功倍的角色呢 在你们还在一提一提 慢慢研究的时候 我已经在手机上 模拟测验了上百次了 今天 没有满分 就不算通过 No 100 No Pass 85分 超惊险 柴体就不及格了 没有满分就不算通过呢 哼 人非顺贤 孰能无过 People are God of the night Who know fails 到底要混几种语言 至少比试通过了 等人家回去驾驯班准备录考了 不好意思 那个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怎么了 那个上车之后 事先调整座椅 然后头整安全带对吧 对 没错 谢谢 我超紧张的 超棒没过的 没事啦 平常心平常心 诶 你那个是小超吗 啊 这个不是啦 这个是教练告诉我的口诀 哦 是哦 什么口 马的运魂不散 而回到驾驯班之后 终于要迎接正式的 驾驶路考 地域上路 路考 是很多人轮流考 那一期的学员差不多二十几个 好紧张哦 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 好喂 我过了 过了 等等又吃大餐 我也过了 我也过了 大家都过了 如果我等等没过 不就很白痴吗 诶 听说那个人没过欸 不会吧 这么简单还没过 对啊 而且又凸 教练 我 教这么久还没有过 太令我失望了 凸头 不要内心吸这么多 等等就要换你咯 不要紧张 平常心 教练 你前面都很稳定 握紧方向盘 慢慢修正 驾照就会在你手中了 谢谢教练 我会加油的 记住教练的话 一亿欲车 你们有要解下一句吗 没有欸 白木 下一位 牛阿久 考试时的考官 会有接你这样的人来当 不是驾训班的人 完了 这个考官感觉超凶的 话说考官就一定要戴墨镜 是不是什么刻板印象啊 来 上车 是 完了 这个考官看起来好凶 好紧张 但没关系 平常心 你可以的 阿久 N星 曲线进退 通过 倒车入库 通过 路边停车 通过 最难的三大魔王结束了 这样子我算是通过了吧 接下来都很简单 接下来都 熄火了 完了 怎么都上不及不熄火 Course有份 等下了 完了 完了 发动不了 怎么发动不了 完蛋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智障的地方啊 怎么这个时候小维也答应我 再由门到2.25之间 然后慢放离合器 考 考官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 谢谢考官 不能摆到这种地方 最后一次 开始吧 阿久 隐藏着黑暗立暗的排挡杆啊 在我面前 启动你真正的力量 一一一一车 人车可燕 人车可燕 回来了啦 过了吗 七天后见 没过 没错 我第一次考驾照 没过 我们那一期二十几个人 只有我 没过 欸 哈喽 你过了吗 我刚刚超紧张的耶 整个都靠肉体记忆还是过了 我们这一组 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过耶 对 对不起 因为实在太羞耻 我在这七天内 每天都去练习上坡起步 明明之前都没在这边出错过的啊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熄火啊 你太紧张啦 教练说过 开车就是一门玄学 你急 车也会跟着急 车子能感应到主人的情绪 太过紧张 车子也会感受到你的紧张 进而出现技术问题 开始觉得教练说的有点道理 是不是我坏掉了 于是七天后 我再一次踏上第二次考驾照的旅程 那教练 考两次的学员会很多吗 还好啦 你不是第一个 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哦 什么 考三次的就不多了 教练 于是开始考之后 前面几个项目都顺利通过 终于又到了上坡起步 拉手煞 慢放脚煞车 心平静和 一切无事 走吧 车子 我们一起 一起爬上这个艰难的上坡吧 穿过这个斜坡 一起迈向胜利的终点吧 在这个驾训班上了一个又七天的课程 不知不觉 我也被心灵激烫给传染了 谢谢教练 一一欲车 人车合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我们直接上高速公路吧 蛤? 直接上高速公路才会学得快 不要!高速公路很高速欸! 什么意思? 结果拿到交到隔天 我直接被妈妈带去开高速公路 现在想起来 我妈好像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的 就这样 上驾训班已经过去快十年 最难忘的就是我考了两次才过 如果有人考三次以上的 麻烦在留言区告诉我 让我心情能平静一点 什么意思? 你也会开车吗? 你考驾照 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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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欲车 人车合一 一道首到 收发有心